各位好,現在我要介紹怎麼樣安裝一個大骨踏板 我用的是ISBN的i600PS 這是一個CP值很高的踏板 重點是它的構造跟大部分的市面上踏板都一樣 所以用它來做示範 在打開包裝之後你會看到 踏板的本體跟一支大骨的骨槌 現在我要做的是把骨鎖先拿出來 在我手指指的這個位置把骨鎖取下來 因為接下來的設定都需要用到這個骨鎖 在拿到踏板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彈簧是不會作動的 上面鏈條整個是鬆鬆的狀態 現在我要把這個鏈條跟彈簧的機制把它結合起來 透過的是一個螺絲 一個四角螺絲 就是畫面上我手指指的這個地方 把這個螺絲鎖緊就可以了 但是在鎖緊之前 你要先把你的這個踏板 拉到一個適當的角度 你先大約決定一下 你想要這個踏板的傾斜程度有多少 當然後面你是可以微調的 你先抓個大概 然後把這個螺絲鎖緊就可以了 像現在畫面上螺絲已經鎖好了 你就會發現這個傳動的機制已經 結合完成 當我壓踏板的時候 會帶動鏈條 也會帶動到這個彈簧 彈簧的拉力 可以把踏板再拉回一個固定的位置 接下來就是要把骨鎖安裝上去 在安裝這個骨鎖之前 你會看到這個骨鎖上面 有一個重量的裝置 可以調整骨鎖的踩踏重量 可以用骨鎖先把它鬆開 接下來你可以把它移動到不同的位置 如果是離骨鎖比較遠的位置的話 踩踏的時候的腳桿就比較輕鬆 就比較輕一點 如果離骨鎖越近的話 踩踏的腳桿就越沉重 骨手就依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 它的位置就可以了 安裝骨鎖的這個地方 是在鏈條的上端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洞 手指指的這個洞 把骨鎖插在這個洞裡面 然後把洞旁邊有一個四角螺絲把它鎖緊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螺絲來調整 你實際上踩踏的時候 骨鎖敲在大骨骨皮上的高度 接下來就是要把踏板安裝在大骨的骨框上面 為了要拍攝比較方便讓大家看得懂 它運作的原理 所以在這邊我就用一個大骨練習的打點板 來做為示範 安裝的這個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大骨踏板 大骨打點板的這個手指指的地方 等於大骨框的這個位置 在大骨踏板的這個底座上面 有一個夾的地方 現在手指指的 就是要等一下夾在骨框上面的地方 它有一個控制它要夾緊的程度的那個四角螺絲 先把它鬆開 然後把大骨骨框卡住 卡上去之後 在我手指指的這個螺絲 你可能看到很近 還有旁邊有一個是指滑釘等一下會介紹的 但是我主要是指的一個螺絲 等一下我們要把這個螺絲給鎖上去 就我手指現在摸的這個地方 透過鎖緊它的時候 它就會夾住大骨的骨框 就畫面上現在這個樣子 就固定好了 如果你選購的大骨練習板 是像畫面上的這一種 比較不佔空間的這一種練習板的話 你的骨槌就是畫面上要用的這一種反向骨槌 我自己現在是蠻偏好這一種搭配的 接下來介紹這個踏板的指滑的機制 你會看到這兩側 我手指指的這個是指滑釘 我先把這個練習板鬆開 這個指滑釘你可以把它轉進去一點 當你轉的越深 在踏板的另外一側 就是底座這一側 從原本是不會露出來的 透過轉緊它之後 指滑釘就會慢慢的從這個底座伸出來 在實際上使用的時候 放置在地板上 地毯上面或者是巧拼 這個指滑釘會伸出來 它可以增加這個抓地力 它可以看在這個巧拼或者是地毯上面 就比較不會滑動 它的兩端 你會看到魔鬼簪 如果骨放在地毯上面 可以跟這個魔鬼簪 黏合的話 也會有很好的指滑效果 大致上的安裝 我們已經說明完畢了 關於骨手的腳感 現在來說一些微調 我們先來講這個骨槌的角度調整 在敲擊大骨的骨皮的時候 有的人喜歡骨槌向後仰 比較靠自己的腳這個位置 有的人喜歡離骨皮近一點 我們每個人的喜好有所不同 調整的方式跟我們前面 在設定整個傳動機制的那個螺絲一樣 像現在畫面上 我把它鬆開 骨槌向後仰一點就變成這樣子 不過這很誇張啦 我想大部分人是不會調整到這個狀態 骨槌會敲到自己的腳背 會有點痛 鬆開一點 我把角度調小一點 先鬆開 然後拉到你要的角度 再固定這個螺絲 現在就變成角度比較小的狀態 當然每個人在依照自己的習慣做調整 現在我們來說明 踏板高度的調整 所謂的高度就是指 這個移動的行程 你能夠踩踏下去的深度 那個踏板上下的範圍 要調整這個位置 是在鏈條的上緣 這邊還有另外一顆螺絲 手指指的這個地方 骨槌拿下來會比較方便調整 現在我把畫面上這個螺絲鬆開 鬆開之後你會發現 裡面有一個很長的橢圓形的孔 可以前後拉動整個鏈條 現在畫面上你看到 我在拉動這個鏈條的位置 因為現在是鬆動的 它可以滑來滑去 當然調成這樣子 你會發現鏈條往上拉 踏板就比較高 反支放下去 踏板就比較低 你可以看到我這樣子 放下去 然後拉上來 放下去拉上來 你會發現 踏板的高度 會跟著這個鏈條 有所不同 當然調整到一個 你想要的踏板的位置 再去鎖緊這個螺絲 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高度 不過這個實際上 怎麼樣的高度最適合你 其實需要一點時間去摸索 常常玩這個踏板 常常去調整它 你會找到你適合的 你自己覺得最舒適的腳感 現在我再把這個設定 調整到比較中庸的位置 然後把大鼓鼓錘安裝回去 現在來說明彈簧的調整 有的時候我們會遇到 踏板很緊 想要把它調鬆一點 或者反過來 覺得踏板太鬆了 想要把它調緊一點 首先你看到彈簧的下緣 會有兩個螺帽 不知道該怎麼說 螺帽或螺母 它們通常是夾住的 兩個是固定住的 如果是鬆鬆的 就不太正常 現在無論你要把這個彈簧 調緊或調鬆 你看到上面的這個 離彈簧比較近的這個螺帽 你先把它轉鬆 轉鬆之後 它會放開一些空間 你看畫面上 我把它轉鬆之後 它就會留出一些空間 然後比較不容易的就是 我要用手把這個 抓住這個螺帽往下壓 往下壓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在對抗 整個彈簧的力量 你等於是把彈簧拉長了 把彈簧拉長之後 下面的這個螺帽就會比較鬆 你就可以調整這個螺帽 如果你希望腳桿比較重 就是比較緊 彈簧比較有這種對抗性的力量的話 這時候你就要把底下這個螺帽 往上轉 等於是把彈簧拉得比較長 這時候的腳桿會比較重 調整好的時候一定是兩個螺帽 都是相連固定好的 反過來如果你希望調整的比較鬆的話 就是畫面上你先把這個一樣 先轉鬆比較上面的這個螺帽 然後往下壓 你看到有一個可以往下壓的空間 往下壓了以後 會讓你底下的這個螺帽可以轉動 你就可以把它轉得更鬆 就是讓你的彈簧變得比較短 這樣這時候你的腳桿就比較輕一點 你往下踩的時候 收到彈簧的這個抗力會比較弱一些 關於踏板的設定先大致上說到這邊